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look at books 其中books是复数形式 a this这个 b that那个 c these这些复数选择c 第二题 she will to Beijing tomorrow 其中will是一个情态动词后面要跟上动词原形 那么这里边只能选择a go 第三题 there are three over there 那边有三只羊 三只哦羊是复数 但是我们注意了 这里边的sheep 羊 它的单数和负数是一致的 都用sheep来表示 所以选择a答案 属于单负同行的 第四题 he must home at ten 他十点钟必须回家 其中must也是一个情态动词 后面依然需要加上动词原形 那么选择a选项 第五题 would you like milk 看到这里 看到了问号 难道选择c吗 no 为什么 因为would you like 是你想要什么什么吗 表示的是请求或建议 表请求或建议的一些 依然用some来表示 你都学会了吗 点赞加关注